哈囉大家好,我是漂流 這幾天我在釣魚的時候 釣著釣著我突然在想 為什麼有些魚身價是一萬五? 憑什麼? 所以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不得了啊! 這些魚特別到賣一萬五根本對不起牠們 而且我覺得都很有趣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這六種魚,憑什麼賣到一萬五? 第一種,我先介紹這個一萬五裡面最大隻的 毛尾魚,這種魚身世可以說是非常奇特 因為牠第一次被發現的時候 是在1938年 可是在這之前難道沒有嗎? 有的,但是只有在化石中才被發現 所以就是一種原本被認為已經不存在的魚 又意外復活的感覺 因此牠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活化石 那我們也就可以推斷出 這種魚應該非常的稀少 目前在世界上被標示為瀕臨絕種 所以在動針裡面抓到這種魚 可以說是一種與過去的歷史很奇妙的連結 那第二種,太平洋童眼魚 這種魚第一次被記載是在1939年 但是一直都沒看過完整的 因為這種魚在被捕捉的過程中 會遭受到很大的破壞 我看老高的影片中說到 這種魚被抓起來的時候 會因為壓力讓牠頭上的透明罩爆炸 所以一直沒看過牠完整的樣子 在2009年的時候,加州的實驗室 利用儀器下到水下800米 觀察到這種魚 這就是當時的畫面 前面的透明罩是用來保護雙眼 所以說我們各個都是釣魚高手 釣起來不只完整,還是活的咧 第三種,遠東摺羅語 當我們抓到這種魚的時候 會說一句台詞 釣到遠東摺羅語了 這可是傳說中的夢幻之魚啊 沒錯,它就是名符其實的夢幻之魚 在2006年的時候 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為極為物種 這種分類總共分7個階段 極為物種是第5個階段 到第6或第7 基本上就算絕種 如果真的絕種的話 我們就只能在動身裡緬懷他們了 下一個 黃金和虎 這種魚跟前幾種不一樣的是 數量應該蠻多的 我看國家地理頻道裡面說到 這種魚呢 地氣非常大 而且牙齒非常鋒利 網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人 特別去釣這種魚 不過可能因為不好釣的原因 所以這也是它身價 進入到15000等級的可能 再來金尊 嗯,這種魚一副高貴的樣子 15000合理 那這種魚也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列為極為物種 附達稱它為水中精靈 我們在動身裡面要抓到它的話 必須要到懸崖上才抓得到 限制世界也是如此 金尊一般 棲息在海拔2100公尺的溪流中 想不到我們在無人島裡 居然可以輕易地爬到這麼高的地方 那最後一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大白鯊 在遊戲裡面叫做鯊魚 不過英文名稱是大白鯊 在遊戲中鯊魚類的 很多都是六七八九月才出現 那籃半球的話就是12月到3月 雖然它是最大的略實性鯊魚 不過呢遇到鯊眼睛的時候 根本就是小嬰兒跟大人打架嘛 那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的就到這裡啦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就分享給你的朋友吧 不喜歡也可以按不喜歡 我是漂流 我們明天見